还是交到李斐的脚下 四点包抄 后点投球一点 球尽了 撞住而进 罗西刚说完 哇 刚说完今天呢 他有点犹豫 他有点这个郁闷 结果呢 这次投球基本上锁定了胜局了 顶得非常的刁钻 撞住而进的 场上几乎是最小的小个子 结果呢 利用投球 这位球队 基本上是锁定了胜局了 因为如果说是二比的比分 不保险 但是现在呢 再次领先两球的话 这个不出现什么大的意外啊 今天这三分基本上是稳了 罗西呢终于笑了 就刚才给大家开玩笑呢 他今天有点郁闷 没有什么太精彩的表现 李斐今天呢 也是一次传中 后点 哇 这个是既没有盯到他 也没有盯到球 防守的时候出现了明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